第四十三章 我们去跟苏锦和陆玉晴回合 按照景成的要求 把丁宁和宋山月安排在同一间审讯室 丁宁的情绪起伏很大 一边拍门一边大声地叫 宋山月也耐不住性格 她气急败坏地叫着要找律师 在时候呢 这两个人越是焦躁 就越容易突破 景成说完之后开门进去 宋山月一见到我们 立即就发难了 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无缘无故地把我逐来这里 又不说明情况 法律是用来保护公民的 不是让你们任意拆担 丁宁也指着我们大声地说 为什么要把我们带来这里 我家开完呢 你们有本事的就一世不让我走 否则我一定会将你们的攻 否则我一定会将你们的暴行公之于众 苏锦平心静气地解释着说 请你们冷静一点 将你们留在警局不是非法禁锢 而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 安全? 宋山月也耐 很快她冷静下来 什么安全? 你们这么说什么意思? 陆宇晴说 根据警方掌握的线索 所有受害者的父母都是凶手的目标 丁宁大气一惊 她不再叫哭了 我?我们是凶手的目标?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苏锦平心意两个人坐下 她跟着说 案件的细节 警方不方便透露 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们了解 这样有助于警方早日抓住兇手 希望你们可以配合 宋山月问 了解些什么? 警成伸出了手 在两个人面前摊开 一枚古希腊的女神金币出现在她手上 我们先从这个谈起吧 丁宁和宋山月的目光落了金币上面 两个人都吃了谈 很显然 他们都知道这枚金币 但是这两个人的表情看来 似乎这枚金币还关系着什么秘密 两个人即时瞬间紧慎起身 我拉开审讯室的大门 接着说 你们可以保持沉默 警方不会强迫你们留下 想要走的现在可以走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 但是如果你们不配合 或者要离开警局 这样后面发生的事 就需要你们自己去承担后果 陆宇晴苦口婆心地说 两位都经历过丧子之痛 相信也都希望为自己的子女讨回公道 但是如果你们不愿意配合警币 只会令到兇手继续逍遥白外 而兇手还会继续行空 小兇手是要不愿意配合警币 你们不愿意配合警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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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能カード 你们不愿意配合警币 和兇手杀人有关? 丁宁犹豫了一会儿 他开口试探着问 我察觉到丁宁的防线已经松动 我跟着说 因为这枚金币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21人遇害 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 不用多久之后 放在我们面前的凶案死者档案当中 有没有你们的名字 存在你们的一念之间 我...我见过这枚金币 丁宁心吸一口气 终于对我们说出了实情 二十年前 柳开源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摄影记者 想在新闻界里暂怒头角 除了敏锐的洞察力 他发现隐藏的大新闻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老天眷顾的云气 毕竟大新闻可遇不可求 但是从事新闻记者的人实在太多 丁宁之前是布社的编辑 负责审核摄影记者的稿件 渐渐和柳开源所认识 而且最终成为夫妻 丁宁告诉柳开源 摄影记者必须插拍那些 稍迅即逝令人震撼的瞬间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这些机会实在太少 柳开源受到触动 他想与其天天等着新闻的发生 倒不如深入到新闻的第一线 因此柳开源决定去做一名战地记者 他这个决定改变了柳开源的发展轨迹 柳开源的摄影才华在战争当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他的作品也都令到他在新闻界里名声大噪 开源在工作上面无可挑剔 但是作为妻子 我能够感受到自己的丈夫 对名利有一种狂烈的迷恋 有时他记住战地记者工作 在国外回来的时候 带回来两个木箱 丁宁停顿一下 他的目光落在台面的金币上面 过了很久他才继续说 其中一个木箱中 装满了美金 而另一个箱里面 就装满了金条 除此之外 开源还带回来一个布袋 里面就有几十枚这样的金币 我们即时目瞪口呆了 装满成箱的美金和金条 叮咛地说头 神情默然地说了 当时我都被他吓了 你知道了 在二十年前 不 就算现在 也都是一笔巨款 我问过他这些东西的来历 他从来没有隐瞒过我任何事的 但是那一次 他就叫我不要理 我猜疑地问 有 有多少美金 一共五百万 叮咛对这个数字 记忆游身 我再次被震惊到 按照当时的汇率 五百万美金 接合国内货币 相当于四千万 这个还不算装满黄金的木箱 警成不为所动地问 那袋金币呢? 开元把金币全部用成金条? 叮咛再隐瞒 将所有事都和盆拓出 从那时候开始 柳开元就放弃了摄影 用这笔钱 创办了自己的布蛇和摄影蛇 逐渐规模越做越大 令到柳开元名利相收 但这件事一直压在丁灵的心里面 他总是觉得不踏实 也因此患上了失眠 他跟着继续说 没想到真的闯了我 如果是报应我愿意承担 为什么要报应到我儿子身上? 警程追问 柳开元带回来的两个箱 是什么时候的事? 二十年前的二月十八号 或者是因为那两个箱的原因 我将这一日记得特别清楚 你那笔钱 是不是不干净? 一直沉默的宋山月 声音低沉着问 我们把目光移到他身上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好 干不干净我就不知道 不过现在 因为这笔来历不明的钱和黄金 以及金币 已经死了二十一个人 宋山月用双手搓在脸上 他眉上眼后悔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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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我只是想写属于自己的诗歌 对于密贞 我更在乎精神层面上的满足 即使我曾经穷困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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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打断宋山月 她有一些出神 好像陷入了很久远的回忆当中 她将过去的事 微微地道来 吴思雨对宋山月 情深意重 就算宋山月一无所有的时候 也都丝毫无埋怨 一直支持和鼓励她 为理想创作诗歌 两个人情比金坚 这个令宋山月感觉到 对不住吴思雨 她的施杂当时无人问津 不要说照顾吴思雨了 就连自己都养不起自己 每个月的开销之窗 都是靠吴思雨的稿费 但是吴思雨从来没有半句怨言 她欣赏宋山月的才华 相信她迟早有一天会一鸣惊人 宋山月指着台面的金币 跟着说 施雨当时在施歌界 已经少有名气 有一次她受邀出国交流 回来的时候 她送给我一件礼物 就是和这个一模一样的金币 陆雨晴大为疑惑地说了 她 她只是送给你一枚金币 送山月摁下摁闹头继续说了 施雨说 是在外国街边摊逃回来的 他就顺便执漏执到金币 他说看令我们的运气要来了 令到宋山月怎么都没想到的就是 吴思雨的一句说话竟然真的应验 很快就有书商找上门 愿意出版他的诗斩 而且支付了宋山月一笔可观的板垂 并且大力地宣传 但是宋山月奇怪的是 司杂的定价就很低 他不明白出版商的运作方式 但是知道这样的投入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铺天盖地的宣传和低廉的价格 令到司杂很快就一寿而空 不停的嫁人 也都令到宋山月终于成为众人熟知的著名诗人 好运似乎开始眷顾他 有投资方找到宋山月 愿意和他一起创办司歌杂志 而且邀请他全权负责杂志的一切事物 同时也都给了宋山月占50%的股份 司歌刊物在宋山月的经营底下供不应求 成为了司歌界最权威的刊物 没过几年投资方竟然退出 而且以极低廉的价格将盛低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宋山月 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像发梦一样 但是就是真真实实地发生了 宋山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而且成为了司歌界受人尊重景仰的教父 一直以来 我都感谢司御对我的支持 当然 还有他送给我的那枚幸运金币 直到很多年以后 在一次聚会当中 我又遇到了那位出版我第一本司集的出版社 从他的口里面我才知道 司集 其实是司御自费帮我出版的 宋山月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的目光充满了对妻子的外恋 但是很快 他的神情又恢复了后悔的焦虑 苏这样说 自费出版和投资方的资金注入 应该都由不施与操作的 宋山月伸手摸摸台面的金币 接着说 时间也都差不多 我第一本司集出版的时间 也就是二十年前 我一直认为 这一枚是幸运的金币 难道我的好运快要结束了吗 警成领领头 不加掩饰地回答 不是 从你得到这枚金币之后起 就预示着诅咒和死亡 如影随形地跟随着你 这个是一枚握运金币 宋山月沉默了一会儿 他很吃力地在座椅上站起来 他喷声地直接跪在我们面前 他的举动吓了我们一大跳 我不知道 施宇和他们做过些什么 但是施宇都是为了我 全部都是我的错 不管牵涉到多少钱 我就算倾家荡产 我都愿意上还 求下你们 给施宇一次机会 丁宁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他跟着宋山月也跪在地上 我愿意变卖我所有的家产 来帮开园来玩 只求你们妄开一面 我们不知所措地看着对方 面前两个老人根本上还没明白 这一次是钱解决不了的问题 再多的钱也都买不回一条人命 杜绩云要的不是钱 而是他们的命 你不知道 吴施宇和他们做过什么 竟成推开扶宋山月的骚感 他蹲下身直视着他 跟着问 他们 你说的他们是指谁 宋山月咬咬的嘴唇 犹豫不缺了半天 跟着开口回答 我知道控手的下一个目标是哪一个 我们即时一惊 竟成微微的走走眉头 这样说 你认识刚才审讯室里的那些人 你根本没参与过二十年前的事 你又是怎样认识他们的 宋山月哀求就说了 事宇送我金币那一次 还带了一张照片 似乎那张照片对他来说很重要 一直被他妥善地保存 我之前的审讯室里看到过上片当中的人 我如果告诉你们 能不能够发外开恩 被施宇一次机会 苏锦意证慈严 这么说了 警方不会跟任何人谈条件 你有义务讲出真相 吴思雨和其他人的事 要法律去公平裁定 谁都阻有不了裁决的结果 我们抛开恩 施宇做过事情的对错 你既然知道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那 你是不是应该也为他做回一件事呢 那张照片 惯到能不能够捉住空手 竟成镇定自若地对着宋山月哀了 他们是警察 不跟你们谈条件 但是我不是 只要你说出实情 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让兇手再到行空害死其他人 包括吴思雨 宋山月狗狗地和警成对视 他的喉结不停地动动 终于他心心地吸口气 我带你们去拿相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